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体桥段总长度为135.2米 桥面宽位51米 转体的长臂端长91.4米 短臂端长91.4米 由于转体桥和引桥相差太大 又是在极不对称极不平衡的条件下完成对筋合笼 给项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 不过这位中国制造创造了一个不小的挑战 在工程师研究人员的努力下 他们代表着中国开创了双幅桥梁单球 单球角整体转体和齿条齿轮式转体等技术 在一小时内就完成了转体任务 再一次把中国制造带向了巅峰 而中国武汉工人完成这一撞举的时间 恰好赶上英国首相来到武汉的三天时间内 英国人在网上瞬间就炸锅了 同时引出各国网友的神回复 据英国网友表示 中国这一撞举实在无法想象 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强大的起重机 太吃惊了 不过干得漂亮 而美国网友更有意思 直接哀求道 中国人快来教教我们怎么修陆家桥吧 这种项目在我们国家 作业之前至少需要8800个机构的批准 然后听取8800厂社区听证 还要经过8800天作业才能成功 才能保证不塌掉 甚至有美网友表示 想想我们的美国居然连个坑都填不好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整天喊着中国制造质量不行 但是一边说着一边给了中国500亿 求中国帮他们建造海湾大桥 而且这个美国最长的桥上还深深地刻着中国制造四个大字 这难道不是反打脸吗 下一次想玷污中国制造时 麻烦你们想想中国在9个小时内改造好火车站 用200台挖掘机一夜拆除绿胶桥 好吗 这是一个重磅消息 中国为何突然宣布北斗系统同美国的GPS进行如此重大合作 真相激开 让国人骄傲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强国军事回复北斗了解详情 明镜银芽